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筋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首先我们需要你想一想,在你的一生中总共经手了多少钱? 就是说,你过去赚到的钱和你小时候第一次收到的压岁钱的总和一共是多少? 那么问题是,你钱包里还剩下多少钱呢? 也就是说,你的存款还剩下多少呢? 如果这个问题让你不爽了,那么答案很简单, 那就是,你不懂得如何玩金钱游戏。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,我们就来讲一下从前人无数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而来的20条金钱的规则。 马上点赞订阅我们的对筋机遇吧,订阅点赞,资产百万哦。 现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,是你立马要投入实践的法则是,金钱是种游戏。 很简单,金钱就是游戏,而游戏最好的地方在于,不论是哪一种,玩得越多的人越擅长。 就好像说,对于一个没有玩过大富翁的人,你只需要玩过三次就可以打败他,这就是游戏。 所以金钱游戏的优点在于它是可以学习的。 很多人抵制金钱,对他有意见,他们坚信有钱人之所以有钱,是因为他们很聪明,他们的出身很好,他们中了彩票,运气爆棚,或者因为其他这样那样的原因。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,他们只是学会了这个游戏,只要你肯花时间和精力,你也同样可以学会它。 第二条规则是,不要憎恨金钱。 如果你讨厌金钱,那就永远别想得到它,因为金钱讨厌那些愤世嫉俗的人。 如果你讨厌金钱,你就会一直讲,天上不会掉馅饼,有钱人怎样怎样的话,金钱会说对对对,你说的都对,我对你也没兴趣。 这就好像跟一个有魅力的女孩约会,却告诉她,你不喜欢有魅力的女孩,他们大脑空空,只看中外貌,化妆,锻炼,去健身房。 漂亮姑娘会想,我是化妆,锻炼,保持身材,但是我也热爱别的东西。 但是无所谓,你不喜欢我,我也不喜欢你。 而另一个男人说,我喜欢自律的女孩子,我喜欢会保养的女孩子,我喜欢爱化妆的女孩子,我喜欢能坚持锻炼的女孩。 他就会被这个男孩吸引了,所以记住这一点,不要厌恶金钱。 第三,这是个翻倍的游戏,什么叫翻倍的游戏呢? 金钱游戏就是要让你的钱翻倍的游戏。 我们来具体说一下,假如你现在银行账户里有1000美元,那你离100万美元就差翻10番,离32000美元就差翻5番, 离819.2万美元就差翻13番,还差14番就能拿到1600万美元了。 这就是翻倍游戏,所以你用多长时间能把你的钱翻倍呢?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回事,给你1000美元,你能在一年内把它翻倍吗? 现在你账户里有2000美元了,离100万美元只有9步远了。 有人会说,现在我的账户里已经有10万美元了,就是说有个三四步你就能赚到100万美元了,这就是翻倍的游戏。 一旦你理解到这个精髓,就是小事一桩了,这个游戏实质上就变成你要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 65岁时候的风险承受能力比22岁的时候要弱一些对吧? 然后是时间范围。 你的时间范围是什么? 如果你10年内想要拥有一百万美元,那么结合你现在拥有的,你就可以开始玩你的翻倍游戏了。 你需要几步才能成为百万富翁呢? 计算起来非常容易,弄清你的风险容忍度,你的时间期限和你现在账户里有多少钱,你就可以开始玩这个翻倍游戏了。 第四,诱惑。 金钱喜欢被诱惑,他们喜欢有诱惑力的人,就像女人不喜欢走投无路的男人一样,金钱也不喜欢绝望的人。 那种做梦都想赚到钱,然后向全世界的人炫耀的人是吸引不到钱的。 你要吸引钱,而不是被金钱诱惑。 学会了这个诱惑游戏,钱自然就滚滚而来了。 金钱喜欢那种明确自己在做什么的人,喜欢明确目标的投资者,所以学会这个诱惑的游戏吧。 第五,时机。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提到的时机,这不是说投资比特币的时机,也不是说买进Facebook股票的最佳时机,不是说这种时机。 这里所说的是经营生意的时机,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 有时候表面上看你得裁员了,但实际上你能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,明确自己的目标,可以借此时机把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。 在其他行业工程掠地,或者有时候从数字上看万事大吉。 但基于你的分析,是该缩小经营规模的时候了,买入的时机,投资的时机,保持低调的时机,保持流动性的时机,这些是我们无法教会你的东西。 但是你的决定都要基于时机。 六,金钱耐不住寂寞。 金钱需要流动起来,就好像在一段关系中,如果厌倦了彼此,觉得对方很无聊,那么关系就会终结。 人们受不了无聊,金钱也是一样。 如果一直待在支票账户里,金钱就会流向其他知道如何运用它的人那里。 金钱喜欢那些懂得管理财富,利用财富的人,所以你必须确保金钱是流动的,让它为你流动,为你工作,为你赚更多的钱。 第七,秘密账户。 你必须拥有一个秘密账户,那么什么是秘密账户呢? 就是没人知道的账户。 这个账户的作用是什么呢? 它是一个危机账户,可以是现金的,也可以是藏在某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 这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,刚刚不是说不要无聊吗? 这完全是两回事。 你需要有一个危机账户,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你的应急账户,当然应急账户也是必须的。 当你的事业遭遇困难的时候,流动资金不足,周转不灵的时候,什么能拯救你雨水火呢? 那就是横空出世的危机账户,它能助你挺过艰难的时刻。 不论是哪一种生意都会有捉襟见肘的时候,所以秘密账户是必须的。 第八,除非银行账户里有1000万美金,否则别做头等舱。 很多人明明400美金能搞定的机票钱,却非要花2000美金,按照你的收入,你肯定负担得起这2000美元。 那么下面我们来为你计算一下,假设头等舱的机票是2000美元,同一航班经济舱票价为500美元。 如果一个月飞行9次,那么差额就是每月13500美元,一年就是20万。 这些钱可以雇佣一名经理人,或者两名优秀的员工,为什么要白白浪费呢? 等你账户有了1000万美元,你想做头等舱就能做,买私人飞机都没人管你,但是现在头等舱不值得。 第九,补偿计划。 不论你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,你都需要弄清楚你的税收政策,这就是你的补偿计划。 很多国家的税收政策都对企业主有着很大的倾斜,为什么呢? 因为企业主创造了就业机会,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就能得到税收优惠。 如果没有对企业主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,那么谁来为数百万需要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呢? 那么你会问了,如果企业主有那么多优惠措施,那么我应该成为一个企业主吗? 当然了,成为企业主会有利于你的补偿计划,了解你的正确定位,越早行动越好。 第十,世界末日心态。 CNN,FOX,MSNBC等等所有这些,他们靠什么赚钱呢? 那就是贩卖危机,因为当危机来临时,你总是要做好准备的,很多时候人们会惊慌失措,认为世界末日来到了。 就像2008年,次贷危机爆发,道琼斯指数一路下跌到6000点,很多人都把钱取出来了,而现在是35000点。 如果你把钱留在里面该有多好,对吧? 仅仅是因为你认为世界末日要来了,核战争要爆发了,你就损失了多少钱呢? 而且就算是真的爆发了核战争,钱还重要吗?我们反正都毁灭了。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不在意核战争,不要为别人告诉你的事情而惊慌失措。 你必须学会应对当90%的人认为世界末日要到了的时刻,你要为此做好准备,怎么做呢? 你从前可能一直是那些世界末日跟风者中的一员,但是你要明白,这才是获得财富的黄金时期。 你知道这段疫情期间内的大赢家是谁吗?就是那些有现金的人,所以说存钱很重要。 并不是说多大一笔钱,就是预留下来的世界末日的时候买东西的钱。 每次危机发生的时候,就会有很多人获得财富,因为危机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在打折。 人们卖掉各种珍品、艺术品,甚至是半价卖掉房屋,所有人都在以世界末日的心态进行甩卖,这时候你就得有策略了。 有人说未来两三年市场必会暴跌,未来两三年会不会暴跌我们不知道,但我们知道的是,未来二十年它总会有崩溃的时候,而你要为那种情况做好准备,抓住机遇。 第十一,研究一下政客,尤其是你们的总统。 为什么呢?你必须了解政治家们和当地政府要做什么,以及他们的理念是什么。 知道理念有什么用呢?如果他们的理念是对你施加重税,那你就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了。 如果他们的理念是减税,那你也要战略性调整。 如果减税策略实施了,你要做什么呢?开始创业啊。 税率降低了,去大杀四方吧。 你需要不断地适应调整,完全不了解他们的执政理念是行不通的。 第十二,要学习聪明的投资者,但不要迷信他们。 比如说,你应该阅读所有有关沃伦巴菲特的东西,因为它会教会你一种思维方式,一种心态。 有人会说,为什么沃伦巴菲特拒绝并远离所有科技股呢? 这就是一种投资哲学,对于这种哲学的长久坚持,使他拥有了今天的成功。 当然,我们知道巴菲特近年来已经投资苹果股票,当然这是后话了。 想接触更多优质的学习榜样,你可以点击影片资讯栏里的链接,加入我们对金机遇读书会。 我们每周将会解说两本书,这样你将达到一年深刻理解一百本书的读书量,内容涵盖财富思维,自我提升,心灵成长等各个领域。 一次加入,终身免费,随时随地听书,让你的眼光更开阔。 第十三,走自己的路,别跟别人比。 很多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,就说我们刚刚说的翻倍游戏吧,假设你在八千美元,而你的表弟在四百万美元的位置, 你为什么要与他比较呢?你得玩你自己的游戏,你们玩的并非同一个游戏,你只要专心在自己的游戏中就好, 你不要执着于追随他人的脚步,这样你就会做出鲁莽的决定,从而错失了翻倍的机会。 这就违背了你玩这个游戏的初衷了,眼睛盯着别人很容易倒退,专注于眼前,专注于你的策略,你的时间限制,你的风险容忍度,才能进步。 你的远景可能并不是成为一个亿万富翁,不是做成什么大事,不是踏入世界顶尖富豪的行列,你可能只是想拥有两百万,这些都没有问题。 专心于此就好,不要再盯着别人家的孩子了。 第十四,指数。 很多人会说,我得跑赢指数,但是在我们看来,实现自己的目标才更重要。 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,目标是什么,截止日期是什么,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事情。 我们不应该依赖于指数,而是应该超越指数,做自己的计划。 因为指数是无法控制的,假设指数上涨了11.9%,我是赢了2.3%,但是要想达到翻翻的目标还远着呢,所以专心玩自己的游戏就好,别想着超越指数了。 第十五,跟会赚钱的人做朋友。 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跟自己信任的,会赚钱的人做朋友。 如果你周围都是会赚钱的人,那你早晚也能学会赚钱。 就是这么回事,如果你周围的人都赚到钱了,你慢慢的也会赚到钱。 如果你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赚钱,或者说赚的不多,那你也不会赚到很多。 所以,你要清楚自己应该和谁一起做生意,谨慎选择身边的人是非常重要的。 而这其中的标准就是你要了解一个人,对于身边人的选择是路遥之马力,而对于糟糕的人际关系,则需要快刀斩乱麻。 如果你要和人一起做生意,那你就需要和他们成为朋友,一起旅行。 如果是非常富有的人,那就需要一起吃饭了解他的家人,看看他们的教养方式,生活标准,人生准则和行为。 然后,你才可以说,你喜欢这个人,喜欢别人对他的评价,才能决定这是你可以一起做生意的人。 第十六,分散投资,是胆小鬼才会做的事。 如果你胆子很小,风险容忍度很低,那你可以这样做。 很多人胆子都很小,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创造财富,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工作了17年,却一无所有,为什么你赚了60万美金,账户里却只剩下6000美元,那你就不能安于分散投资了。 问题在哪呢? 对于专业的理财顾问来说,分散投资是个很容易推广的,很好的概念。 他们的原则就是安全第一嘛。 电脑前的你,如果已经73岁了,分散投资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如果你已经达到了自己600万的目标,而且已经62岁了,风险容忍度变低了,时间范围也变小了,你面对的游戏也不同了。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话题主要是针对更具攻击性的人群的。 你正处于为翻倍游戏而做的努力中,不断试图提高自己翻倍的速度,追求更高更快更强, 而不是已经达到自己人生目标的人们。 要靠分散投资的话,你可能需要花三四十年,极有可能是四十年。 这还得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,所以我们不推荐你只靠分散化投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第十七,这是个杠杆游戏。 所有事情都有关杠杆的,我们来解释一下杠杆是什么意思。 我们不是说所有事情都靠债务的那个杠杆,而是在说杠杆时期,是说要合理利用你的业务。 如果你正经营着一家企业,如何推动它的发展壮大呢? 如何利用它得到更多的赞助? 如何能利用它提高销量? 如何能利用它扩张? 如何能利用它提升你的业务量? 如何能利用它更好地推销自己? 如何能利用它更快地发展客户? 如何能利用它提升你的业务增长速度? 如何才能利用它实现特定的目标? 如何利用? 这就是个杠杆游戏。 你对杠杆的概念和游戏的规则了解越多,就能越好地积累财富。 第十八,定位。 定位对你来说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工作,你对自己的定位是, 这个公司以后会上市,而我要拥有公司的一部分股份。 这就是个非常聪明的定位。 找好定位可以帮助你创造自己的财富。 你把自己定位在特定的位置上,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努力,分享获得的胜利,这就是定位。 有时候人们会说,我在这家公司赚了很多钱,但是没有找好自己的定位,没有拥有股权,这也是成功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第十九,战略伙伴关系。 这条和结交会赚钱的朋友有点类似,其不同之处在于,这是有意为之的。 越多的人从你们的战略伙伴关系中赚到钱,就会有越多的人和你做生意。 战略伙伴关系增加了你赚钱的价值,因为人们知道和你一起做生意的时候能赚到钱。 最后一条,大额支票综合证。 很多人会犯这个错误,从而倾家荡产。 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。 假如你是个房产经纪,忽然有个客户让你卖掉他的房子,这个房子价值300万美元,你把这个房子卖掉了,获得了10万美元的支票。 你一下就飘了,心想天啊,我赚了10万美元,然后之后的两个月,你就过上了每个月赚10万美元的标准的生活。 你没有意识到,这一个月10万美元的支票,你要当作今年每月收入8300美元来看,就是这个意思。 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成是每个月赚10万美元,从而被冲昏了头脑,变得骄傲自大。 然后就一下回到解放前了,收入瞬间清零,他们意识不到只是工资一次发完而已。 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,你是想现在就得到50万美元呢,还是想要一个稳定的收入流,20年每年10万美金呢? 你选哪个呢?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吧,我们期待你的精彩留言。 大多数人虽然认为10万美元是正确选项,但还是会选择50万美元。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10万美元对你来说有更多可能。 每年10万是200万美元,而50万就是50万。 10万美元会给你一个更强大的后盾,做出更大的决定,得到更大的回报。 你可能会说,但是50万美元直接就让我遥遥领先了呀。 如果你不懂如何玩好金钱游戏的话,这一切不也毫无意义吗? 谁都想要高收入,但是高收入是用来支撑你的游戏,从而让你提升自己的净值的。 所以,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,所以不要被大额支票冲昏了头脑,失去理智,从而失去了自己先前所有的努力成果。 因为这会让你的净值清零或者暴跌,让你重回辛辛苦苦的搬砖生活。 好了,关于金钱游戏,你已经了解到了基本20条准则,是否颠覆了从前对于金钱的认识,解决了你脑海中不断盘旋的困惑了呢? 记得关注我们后续的精彩节目和更加深入的专题,相信可以帮助你了解更多的金钱知识,让你的支付道路更加顺畅。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,这里是堆积机遇,我们下期再见吧。